若在我的心中只能选择单一营养素来互胜 毫无悬念 第一名的互胜食物 我一定投给 哈喽大家好 我是洪永祥医师 欢迎来到圣保湿的肾脏专科 一起保护肾脏最快乐 上一集十大常吃的伤肾食物吓坏了大家 很多人都留言说 洪医师 这些食物都不能吃 你可不可以直接告诉我 什么可以吃 到底吃什么对肾脏有帮助 今天就来点名十大互胜食物 吃对的食物绝对可以互胜 来自澳洲的研究团队 探讨饮食习惯跟肾脏病之间的关系 他发现 那些经常吃健康饮食的人 可以减少30%慢性肾脏病的几率 以及减少23%得到蛋白尿的几率 肾脏的健康饮食是什么 包括吃颧骨根筋类 蔬菜水果 坚果 豆类跟鱼类 以下就把这些有益肾脏的食物 来做个点点名 到底哪些食材 在我心目中是肾脏的护国神山 特别能够保护肾功能的衰退 当然本集节目提到的 这十种护肾的食材 是针对肾功能还有60分以上 肾功能及格者 希望好好保护你的肾脏 让你的肾脏 永远不会掉到60分以下 因为里面有部分的食材 还是含磷甲跟蛋白的食物 若是你已经到慢性肾衰竭 必须限磷限甲限蛋白 该怎么正确摄取这类的护肾食物 又可以避免高磷甲对肾脏的破坏 在影片的最后会提醒慢性肾衰竭的肾友 该如何正确摄取这些护肾的食物 这个一定要看到最后 在节目开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 肾友体质不一样 需要任何吃的喝的擦的涂抹的 一定要寻求肾友的专业品牌 圣宝斯乐是全世界极少数 专业聚焦于肾友健康的跨国生技公司品牌 开发并提供全世界符合肾友的专业生技产品 含肾性益生菌 肾性鱼有五合一南瓜籽 与肾友极致保湿精华 目前可网络订购 运送至台湾、美国、中国、港澳、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可点击说明栏的连结 寻找最适合你的产品 最近很多脸书一页式的广告 都是来自对岸的诈骗 千万不要相信 直接上肾宝斯乐官网购买最安心 到底是哪十种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宛如天使般的保护着你的肾脏 第十名 小黄瓜 要保护肾功能 当然要足够的饮水是最重要的 不喜欢喝白开水的 最适合的食物就是小黄瓜了 小黄瓜不仅含水量高达90% 并且富含了维生素 ACK 大量的膳食纤维 有助于促进补水跟肾脏的健康 另外小黄瓜也能排除体内多余的尿酸 跟其他尿毒性的物质 因此有助于预防肾结石痛风等问题 小黄瓜含有胡皮素 有不错的利尿效果 有助于预防泌尿道感染 小黄瓜也含膳食纤维 有饱足感 热量低 尤其适用于减重 高血压 糖尿病 高血脂 痛风的患者吃 第九名 洋葱 慢性肾脏病往往跟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脂 跟慢性发炎性的疾病相关 洋葱 富含硫化物和黄酮类的化物 是相当强效的抗氧化剂 可以消炎 抗菌 抗血糖 抗血压 降胆固醇 整体而言 对肾脏非常有保护作用 洋葱 无疑是相当优秀的抗发炎蔬菜 慢性肾脂球员 平日也可以多吃洋葱 另外糖尿病患者 每餐可以摄取洋葱 25-50公克 也有降低血糖和利尿的效果 第八名 大蒜 吃太咸的 盐巴跟酱料非常伤盛 气味浓郁的 葱姜 蒜 辣椒 姜黄等 都能够替代食盐酱料来增加提味 减少盐的使用量 降低腎脏的负担 其中大蒜是最多研究护腎的食材 大蒜膳食纤维较高 每100公克含有4.2公克 也富含维生素B1 还有一些美酮甲等 其中 蒜素是许多研究报告中 可以提升免疫力跟杀菌的有效成分 大蒜也具有抗发炎抗氧化及消炎的作用 可预防多种的肾脏疾病 对于高血压肾病变患者特别有益 当然把大蒜剁碎生食最能有效的摄取到蒜素 但是如果你肠胃到功能不佳的 建议煮熟之后再使用 以免过于刺激 第七名 橄榄油 高油盐糖饮食的时代 为了预防高血脂带来的高血压心脏病跟肾脏衰竭 建议大家可多摄取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维生素1的健康油脂来取代动物性的饱和油脂 如橄榄油 苦茶油等 地中海饮食的研究发现 多摄取橄榄油 心脏病 癌症和肾脏病的几率都明显的降低 特别注意的是 橄榄油建议是以低温清炒或凉拌的方式喷煮 才能获得更完整的营养 第六名 苹果 一天一苹果 洪永祥医师远离我 苹果是美国癌症学会推广抗癌蔬果中的第一名 也是我们肾脏科医师 非常推荐给肾油可以吃的低甲护肾水果 要连皮一起吃哦 苹果富含植化素 包括多酚、绿原酸、胡皮素等具有抗氧化的作用 可保护肾脏、防癌及预防心血管疾病 洋眉素可以稳定血糖 胡皮素可以保护我们的支气管 另外也含有果胶、膳食纤维 可以降低我们的血压胆固存 促进肠道蠕动 改变便秘 降低尿毒素 预防大肠癌 第五名 豆芽菜 肾油药限蛋白 高蛋白饮食会增加肾脏负担 但是蛋白质是非常重要 因为它含必须胺基酸、维生素、矿物质等 是人体最重要的营养素 因此要选择对肾脏最健康的就是豆蛋白 豆蛋白是所有蛋白质中对肾脏最友善的 最不会累积尿毒素的 其中高鲜的豆蛋白就是豆芽菜 芽菜类有丰富的活性植物性蛋白 每百公克月大概有三到四公克的含量 比一般的蔬菜来得高 也就是说 都是对肾脏非常友善的高鲜蛋白质 可以多多摄取 黄豆芽、绿豆芽的膳食纤维 各为2.7公克跟1.3公克 两者皆比高丽菜的膳食纤维 1.1公克来得更多 黄豆芽的纤维量也胜过白菜、蜗菊跟菠菜等许多蔬菜 对肠道排除尿毒素跟降低血脂肪非常有帮助 第四名 黑木耳 黑木耳是非常推荐圣友可多摄取的超级忽盛食材 是高鲜而且低磷低脚富含钙的食材 非常适合需要高鲜献磷甲的圣友及一般的民众使用 黑木耳有树中之荤的美誉 因为黑木耳含有丰富的营养素 可与动物性的食物相媲美 而且黑木耳的含铁量是猪肝的5倍 可以说是最佳的天然补血好食物 对于贫血的圣友来说非常有帮助 每100公克高达7.4公克的膳食纤维可以调节我们的血脂肪 促进我们肠胃蠕动 保护我们的肾脏 降低血压 保护心血管 第三名羽衣感染是十字化科家族中的一员 由于含有贝塔胡萝卜素 维生素C维生素E维生素K 钙铁甲等众多的营养素 再加上它高鲜低卡素有黄绿色蔬菜之王的美誉 根据韩国严世大学的研究 持续给32名高血脂患者使用羽衣感染制成的饮料 12个月后 不仅好的胆固醇增加 坏的胆固醇减少 而且BMI降低 腰围也变小 有效缓和心血管疾病 相较于牛奶 羽衣感染的钙来的更多 每100公克 含有150号克 对于缺钙的腎油也是非常重要的 高含量的维生素K 可预防骨质疏松 菠菜是众所周知的高铁食品 但羽衣感染的铁含量比菠菜还高 可帮助制造血红蛋白 羽衣感染可以预防糖尿病 含钾量高的羽衣感染 可排除体内多余的盐分跟水分 对于腎功能正常 是消除水肿改善高血压的力气 不过 慢性肾衰竭的腎油 建议还是要汆烫再摄取 不能摄取过多的钾离子 第二名 蓝莓 蓝莓是非常适合胜油的低钾高抗氧化水果 抗氧化力是绿茶的十倍以上 蓝莓富含丰富的花青素 这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 可帮助保护细胞 免受自由基的攻击 花青素能提高我们的血管健康 减少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也可以保护肾丝球的微血管 而且还可以增强视力 跟维持健康的皮肤 此外 蓝莓也可以帮助调节血糖 这对糖尿病肾病变的患者尤其有注意 此外 蓝莓也含维生素C跟K 以及肾有需要的矿物质 钙跟酶 蓝莓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可预防尿入感染跟肾结石的食物 因为它们含有类黄筒跟花青素等化合物 这些化合物可抑制细菌的生长 可以防止矿物质结晶的形成 蓝莓 还有丰富的水分跟膳食纤维 有助于促进尿液尿毒素的排出 减少结石形成的风险 第一名 鱼油 若在我的心中只能选择单一营养素来护肾 毫无悬念 第一名的护肾食物 我一定投给鱼油 可参考我先前的影片 专闻探讨鱼油跟肾脏病的关系 鱼油的Omega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扮演了对肾脏功能所有的好角色 触循环效果可增加肾丝球的过滤率 抗发炎效果降低了血管硬化跟蛋白尿 降低血脂又保护了血管健康跟降血压 抗发炎触循环降血脂 这三大护身效果一次包办 如何摄取鱼油 可多摄取好的八长大的鱼 像秋刀鱼 青鱼 蹄鱼 鲸鱼 鲸鱼 沙丁鱼 五载鱼 来补足够的鱼油 但已经肾衰竭的肾油 因为要注意蛋白质的摄取量 或是直接补充肾性鱼油 也是一个选择 好了 以上就是在我心目中 护肾的十大食物排行榜 建议平日要多摄取来保护你的肾脏 让你的肾脏存款不要花得太快 但若你的肾功能已经地域45分 需要腺蛋白腺磷腺钾怎么办 可不可以吃 当然还是可以 腺蛋白腺磷腺钾不是不能吃 而是不要吃超过身体可以符合的 磷跟钾跟蛋白质 腺蛋白质一日不要超过五分的蛋白质 磷与钾我怎么知道 有没有超过 有一个简单实用的方法 建议还是要以抽血报告来当做饮食修正的参考 每三个月回诊看血液中的磷与钾 若磷与钾都是三字头四字头 表示你的腺磷甲没问题 如果你的磷跟钾看到五字头以上 就要小心 不能过量摄取含高磷甲的食材 节目就到尾声 谢谢大家看完 护腎食物百百种 除了这十种的护腎食物外 如果在你的心目中 还有很多的护腎食材 欢迎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最后祝福大家 2024年腎脏一整年都健健康康 谢谢大家